5年6班的夜清元 没钱没学历 坚持要做零度膜 无烤漆 耐大火 无毒素的健康产品 从白手起家 打造出销售预9000个 营业额约700万元的铁锅 我那时候刚毕业 就找到一个电工 后来没有接到船只的订单 它不需要那么多人 主管就叫我自动离职 那个时候我就去 又跑去考那个夜二专 所以才会变成半工半读这样 刚开始就是摆地摊 后来因为都市重化 不能摆摊 夜市有一个老前辈 他看我好像蛮努力的 又喜欢帮助别人 他也把他所有的工具都借给我 后来我做得不错的时候 我就自创自己的品牌 一路走来 夜先生坚持手工制作 秉持着健康的原则 就因为这份信念 做出天然的较厚口碑 有人说烟会爆很大 炒菜会黑煮汤会黑 然后我就想办法在这个锅子上面下功夫 因为刚好之前机工科 有一直在磨铁 我老师说 JIS的钢铁材质比较好 我就采用JIS的钢铁材质 一般很多买锅子 怕铁窿产生癌症 或者怕铝合金导致痴癌症 或者怕一些个阿蒙 重金属产生不好的影响 所以在做这个锅子 我也没有用防锈漆 也没有给它封一层蜡 也没有用任何的化学涂料 就纯粹原始的铁 硬磨硬燒 别人处理表面 我们可以处理内在 铁锅外观既不美又容易生锈 但叶先生却坚持深入基层市场 教导客户如何运用古法保养 一步步地走出市场 凭着老祖先的祖传秘方 加上现代的科技 即便铁锅没有光鲜亮丽的外表 却依然屹立至今 我们的铁锅 因为它上面是没有任何的涂料 那个铁从熔炉出来的时候 它会表面会浮上一层碳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碳处理 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做的比较功夫 跟人家不一样 铁锅健康无毒的概念 是叶植心掌一直用心经营的理念 无论从开锅 养锅 到润锅的流程 或是去碳处理的部分 都是在品质监控及标准的程序下 制造而成的 叶植行长坚持要客户买一个好锅 不如教他把锅发挥到最好 承蒙爱用者与支持者的鼓励 在口口相传之下 也渐渐在市场上打开了知名度 其实有很多客人 他是不知道要怎么上网的 然后不然就是上了网之后 因为他说那个照片看起来 每一个都长得一样大 那重量又没有办法提看看 所以我们还是会去市场 然后就是给客人看 那个实际的产品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跑 可以跟客人有比较亲近的那个接触 就是他会有什么意见 然后他会提供给我们 客户的需求在搭配自身不断的钻研 精益求精的精神 让夫妇二人成功地闯出一片蓝天 产品近年来获奖连连 也在去年荣获了2015年 桃园最佳伴手礼 像这个今年我们得到伴手礼的 这一支三十生品的这一支锅子 也是因为客人给我们建议 他说现在的人 他想要一锅可以多用 他有平底的功能 他又有这个深度可以炒菜 他又不要那么大 收起来他会很方便 那容量又可以足很多 我们就基于这个想法 然后我们就去研究 做出结果客人都非常满意的 一个一款的锅子 坚持纯铁制锅又不粘锅的吸筋手法 不只适用于煎煮炒炸等中式或西式料理 同时还可以烤出美味的面包与点心 这就是婆婆妈妈们的最爱 其实我们每年啊 我们六七八九月 我们是没有在市场跑 因为市场那个外面天气很热 所以我们五六六七八九月 这四个月我们就会一起研究新的产品 希望带给客人 就是更不一样的东西 更符合他们的需求 KB的卡路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